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就开始练习了是不是很快 好像一个小时不到对的 因为有时候一个题目他只能放那么点字 然后没办法打那么长 那么长的话也看的比较累 所以我通常都把它拆开 有点像骗观看次数 也不能这么讲对不对 好我们一样冷箭我就先打开了 今天讲的就是几个东西 我们先从一个环境阵面先好吧 我们先画一个中心的圆对吧 然后呢我们在上面再画一个 上面再画一个时候这样子 首先上下我们要一个垂直的 其实它环境阵面它就是一个功能 那你看到左边这边你看到 Retical的话你看完全就是一个对称了 那再下来环境阵面就这样子 嗯这样在这个这个地方啊 你看到它可以就是说左右就打 你看到这里它是可以这样子的 因为讲的话不可能说只讲 因为这个用的比较多 你看到X两个那我想三个 然后这里这里这个地方 我我是那个1吗 我还没标注很不好意思啊 那个标注的话呢 我这里我就50吧 哎不是50太多 你们看的不是很清楚 哎这样子我20 哎你看到对 然后下面呢也会的下面哪 direction1 direction2 你们看清楚啊 算是要花点时间去看文字的还是要 哎你看到也是要两行对 那这个叫什么这个不是环境阵面 这个就正常那个排列啊 啊当然环境阵面是这是哪里 这个小箭头这里啊 当然我们先把这个标注一下好吧 那标注以后我们就20吧 好吧把数字给弄漂亮一点 呃我也很久没有说你我说说实话 啊然后这里两个地方哎 两个的一个哎30可以没有问题 哎你看完整标注了 因为圆形圆形吗 再标注也没什么标注的了 呃对然后再下来了就这样子 一个小箭头我们这里 curricular sketch pattern 然后这里我们选择了拿这里 你们看到蓝色这个块叫什么 我要选择一个线哎你看到 就开始正中心在这里 他就只会默认到是不是很聪明 对相当聪明啊 然后再下来了是 然后这里拿这些英语 你们自己去试 自己去研究研究 比如说4个我这次玩6个 哎你看他就自动给你改6个 这就是一个环境阵面的一个功能 那我们打一下勾吧好吧 那打一下勾的时候 然后呃这样子 那这样子我们是不是完成了 是的已经完成了 那这样子 那这时候6个吗对吧 但是有这么多个没有被标注怎么办 呃我们想让他那个就尽量的那个绝对绝对 就绝对性的一个定义好吗对吧 那我一口 哎你看所有尺寸都确定了对吧 那尺寸确定以后 然后我看一下这个 真的有点久没用 啊 算了啊 这样子 这里的话好像没有 你要么就整点fix fix的话对 那出现这次会出现这个问题怎么 就是说跟你本身的定义有冲突 那所以的话那像这样情况 那我没有办法了 那就只能这样子顶多 你说这个在水平其实 这样子定义也也不行 呃说实话也不现实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我是六个箭子转出来的 如果是你这样子两个 那另外四个怎么办呢对吧 就要讲讲究个平衡性 那如果现在不行 那就没办法 那我们只能这样子了 好的那个 然后这时候我们再画一条线 结构线 呃我们这时候啊 再点这个箭头 Central line 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画了 有啊 上节课讲过的 呃点直线工具 这个会对 所以个人用法都都可以没有差别 嗯 是这样子 呃然后这里我们这样子中心点 对 因为通常我们都是要对那个中心点 然后设定好事实啊 哦 然后这样子哎 你看他的 因为他这个长度其实无所谓的 这个结构线长度 你想多长多长多短就多短 当然呃通常就拉的比你的那个 总物体长一点点就可以了 那好的 刚刚环境正面你们就能懂了对吧 那我们这次要这样子 诶 我们就镜像过去吧 第二个功能这个 那这个非常常用 不管实地或者什么的 那这时候全选上 对 然后点一下镜像 镜像没有多余的一个部分 然后mirror support这个 点一下这个中心线 哎你看到对 他就会这样子过去 是不是很简单 啊你看到对 所有数字一模一样 那这个就是一个镜像的那个 就是说就是说他是一个自动排列 你看一个小框框这个你看到了 然后这里就会 也就说他是没有那个他完全去按取决于这个 那这个改的时候他会不会变呢 哎我们来试一下 哎你看到啊不好意思 哎好像哎 对 没错呃那这次我们再来一遍 我们这把30吧 哎对 所有都会一起变 有这个好处能懂吧 就是说镜像有什么好处 对或者环境真的有什么好处 对就是说尽量一体成型 就是说这个意思叫什么 我们尽量把步骤减少 但是你会看草图是没有这些步骤 对的草图是没有的 那什么才有实体的时候 那你做一个倒角做个人都会有步骤 但是画线的时候他不没办法 就说哎我先画了根线 然后下部不能这样子啊 嗯 对的 然后再下来我们今天讲的最后的一个功能 然后我们下面会跳到那个职业草图练习了 因为该讲的功能给你们讲了哈 反正就尽量把这个整个教程 我尽量把它模块化 那不必要东西就把它省略掉了 那一个下来抽取线 那抽取线是什么一个意思是这样子 比如说这个offset in titles offset in titles 因为我是直接看字面读的 然后比如说我现在点一下这个地方 我们点一下 然后那个好像不太行 哎没反应吗 没事我们再来一遍 这样子 对有反应了 这样有时候不行就关掉就重新 有时候不行的话关掉重新再来 那就ok了那10对往外偏一10 那我们这时候可不可以改一下 我先改成5 你看对它就小一半 是的 但这个会不会进向过去不会的 没错后加的不会 就是说先前的那些东西 由于这些他会一起进向过去 但后加的他并不会 实体的他会 但是草图的他不会 这个很重要 你们要理清楚这个事情 不是说我现在设定进向了 我现在这边画什么 这边加什么并不是实体是这样子的 但是草图不会 因为草图可以很多个 但是软件里面实体的 你可以画两个到三个 但是实体它是只有一个这样子 就在N个草图可以变成一个实体 但不能说N个实体变一个草图 这是一个概念 好的那这个的话 刚刚就什么 刚刚这个功能有什么用 我就对就是拿来说 我比如说我这根线 比如说我画一个壳 我想让它厚一点的 那我就这样子画厚一点了 那就搞定了呗 懂吧 就这样子就这样子一个功能 出去线 这个功能非常的常用 特别你画那个按钮比较多的产品 对的 啊好 那个今天三个功能就讲完了 我们就开始下一个那个草图练习 那草图练习 我就可能先画一个这样子 那个因为做视频时间很有限 然后后面会看怎么样再更新 好的那一个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2021年